好 胡志强说不会再从政 不过赢了他的林家龙 紧接着马上下个月25号就要上任了 不到一个月这样这么短的时间 包括了人事还有行政 究竟要如何来组成交接 将是眼前一个重点 未来呢他面对一个蓝大于绿 这样的市议会的生态 到底能不能从国民党执政的中央政府 来争取预算 林家龙究竟能不能来延续 他这一回高票的气势 来落实他提出的政见 看来还是很多的挑战 发言胡志强21万票后 台中市长当选人林家龙 先到乐成功 谢选也感谢选民 选民支持我就是希望我把市政做好 我很珍惜也会全力以赴 当选业忙到半夜脚步不停歇 除了思考未来政策人事 针对建设也和胡志强热线达成共识 跟胡市长有联络上 那他对我表达恭喜 我也就是向他致意 那我们也提到说台中是我们两个共同的爱人 我们都希望台中更好 那未来我会持续向他请议 25号就要上任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重组团队 三位副市长是谁 林家龙不但已有人选还暗示可能会跨党派 人对的事情就对了 所以未来这个关键的一个月 我一定秉持着为市民来服务 跨越党派 然后来举财 我也会来去就是 这一个 拜访 就是来就是拜托 我所属意的对象 能够来共同 来这个成立这个新的市政府 台中市蓝变率林家龙将面临的 不但有内忧的重组问题 还有面对中央是否能给的800亿经费 选后的蓝图市民等着他兑现 记者王超燕影 安森局小组台中西方报道